準備好新郎 今天跟著我們一起從台灣起飛 前往彩虹的國度 帛琉 一個有五百座島嶼 兩萬一千人組成的島國 選擇一家度假飯店住下 就能輕鬆擁有 清澈美麗的海洋資源 以及帛琉原始熱情的南島文化 帛琉九個有居民的島嶼中 分成十五個行政州 每個州都有自己的 州政府及生活方式 今天我們將探訪其中的兩個州 跟著當地居民體驗他們的生活 快跟我一起 先往最北邊的凱昂州出發吧 我們終於到了這個凱昂島了 看得到海水的顏色的分明嗎 真的是名不虛傳啊 好漂亮喔 其實在本島那邊 大島那邊 其實就已經非常漂亮了 可是你看到這邊整片 整個顏色非常的分明 好漂亮 好安靜 這個島聽說這島上面大概 大概好像只有六七十個人 不到一百個 這算一個州 這麼舒服的地方 凱昂並不具備所謂先進的設施 但是規劃良好的道路 乾淨整齊的村落 凱昂州反而擁有很多 先進硬體設施的城市 最缺乏的要件 所以我們將拜訪州長拉薩 一起體驗當地原始生活方式 看到這個我們拉薩家 充滿了跟動物園一樣 你的家庭就像洞 沒有嗎 有很多人物 不同的類型 拉薩是凱昂州的州長 但即使貴為首長 這位州長也得自己下海討生活 賺取這一天的開竅 不過他擁有凱昂州 三個島當中的一座島嶼 所以今天特別帶我去他的島狩獵 這也是他今天的薪水來源之一 為什麼你帶我去這個島嶼 這就是我的島嶼 什麼?你的島嶼? 對 你這個島嶼? 對,我擁有島嶼 哇! 欸,刀子惠 為什麼你買了這個? 沒有,我買了家庭 哇! 你這個島嶼多久有多久? 他説你... 你父親? 你父親? 對,我看你拿著槍 為什麼? 對,我拿著槍 然後我拿著槍 這是真的槍嗎? 我們會去找一個島嶼 島嶼? 對 你會去找一個島嶼 但為何我拿著槍? 我拿著槍 因為我拿著槍 如果你看到一個島嶼 對,你可以射撞 這是真的槍嗎? 對,真的槍 哇! 我拿著槍 像這樣 蛤?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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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蛋 牽蛋啊 很像我們那個射擊場裡面的那個牽蛋 然後放在這裡,對嗎? 然後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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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7次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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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 你現在一定可能 有些觀眾不知道你他在幹嘛 他在壓縮那個空氣啦 1,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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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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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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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當你把所有東西都開啟了 真的嗎 對 那是一場的 但如果我們移動 那聲音就會走開 對 你必須把他開啟 等一等 我看到了 那是他嗎 小心 他會把你打碰 好 太快了 對 好快喔 一下就抓到了 我剛才看到另外一個寄居蟹 他馬上就抓到一個 Is this the big one or the normal size 沒有... 抓到第一隻 好快 馬上我們現在找另外一隻 馬上再找 還有更大的 他又看到... 我都沒看到 在哪裡 會... 藏在這裡面 我看到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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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差點沒有辦法進去幫他 他好快喔 對 對 你看這裡面非常的 那個什麼 所有的椰子樹啊 什麼全部椰子都長在一起 它這樣一動它就跑掉了 你懂嗎 小心... 這隻好大喔 這隻好大 這隻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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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放兩隻 對 對 OK 哇 這隻好大喔 我跟剛才那隻比 很驚訝 很驚訝 有很多椰子 在這裡嗎 對 有很多 所以當你走到這裡 會有更多 這隻是男的 這隻是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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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的 母的啦 明顯 這隻是男的 看 這隻是大 這隻是小的 這隻是小的 這隻是女的 哇 好快喔 有很多椰子 對 對 有很多椰子 所以為什麼你抓到這裡 我們吃 吃這個嗎 對 陸蟹在台灣有人吃嗎 好像沒有齁 在台灣我們沒有吃這個 對 所以你吃這個嗎 對 我們吃 很酷 這種都太難抓了 他到底怎麼看啊 他這樣走一走就知道 那邊有一隻 那邊有一隻 我都沒有看到他 他就已經知道了 可是當地人真的是齁 他們 習慣了 他們也了解這樣生活 他們自己 對於這個他們的生活環境 非常的了解 有看到這個生長環境就是 And it's easy to catch Oh yeah 你信不信 就要喜歡 耶這個只要把它移開啊 就可以 就可以去找到這些螃蟹了 不然像剛才那個樹木的那個 太難找了 OK Oh I saw that I saw that I saw one 他好快喔 有沒有看 一翻開馬上就看到一隻了 這個味道很重 I saw that I saw that 看到... Yeah... 很快 不飄... 有了... 有了... OK... 別撐到什麼 OK 還有在好多 你一撥開裡面 整個... 整個全部四散開來 我先把... OK... OK... 大隻... 很快...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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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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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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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my hand...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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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真的真的... WOW... 好厲害喔... Oh my God... You're amazing How do you know that? Yeah... Under t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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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d... During the side... 底下還有... 還有...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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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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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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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因為我可以看到任何東西 是危險嗎 對 好高 好高在上面 你怎麼會遇到那裡 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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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只知道是一個 什麼飛的東西 但還是看不出來一點 對 我們開 我們開 因為我們必須要抓牠 因為如果不抓牠 牠會不會抓牠 牠會不會抓牠 然後牠會不會抓牠 OK 所以牠會抓牠 所以牠會不會抓牠 OK 牠現在要把牠再打一槍 把牠打下來的意思就對了 不然牠就會一直待在上面 牠不會下了 牠會 transitions 牠掉下來 這個黑黑的 我是看到了 我看到了 關他 這個菜 怎麼會這樣 這是個很危險的 engineering 我們把牠的耳朵 這裡很容易聽到 對,對 我喜歡這個 對,對 他們可以聽到 真的嗎 所以當你捕著 你要走慢 慢 然後你會看 好,好 這是一個大大的嗎 這是一個大大的 在這個島上 對,有很多 所以你會捕這個 很多時候 有些時候 不,有些時候 不,不 很多時候 為什麼會捕這個 因為我們會嘗試吃 我們會吃 吃嗎 對 你會吃嗎 真的嗎 是像傳統的食物嗎 所以你年輕的時候 會吃嗎 會吃嗎 真的嗎 現在 知道他帶槍的用意了 原來他 一開始講說 可能可以抓到什麼 廢的東西 指的就是這個 你喜歡嗎 對 非常好 非常好 你看他這樣子 哇 可見他們當地人 真的蠻喜歡吃這些東西 對 沒關係 這個我不吃也沒關係 因為我也不是很敢吃 但是 鹿蟹倒是可以試試看 好不好 回到凱陽本島 拉薩真的就採了香蕉花 將它剁碎以後 加入椰漿 就跟鹿蟹一起料理了起來 海鮮這樣做 口味真的會搭嗎 我們都很懷疑 不過當鍋蓋打開以後 螃蟹的鮮味跟香蕉花的清香 立刻就征服了我們的味覺 鹿蟹大餐 烹飾了椰漿 和香蕉花 哇 最讓我感興趣的 鹿蟹之一部分啦 但是那個香蕉花 其實讓我覺得很感興趣 很美味 哇 它的鹿蟹啊 其實肉不多 真的其實像我們在吃那種毛蟹 什麼那種感覺 它就是吸它的湯汁啦 所以你只吸它 因為它是骨頭 它是有點困難 所以你必須要慢慢的 我必須要... 喔真的嗎 但你知道台灣我們只吸它 因為它是軟的 因為它是軟的 這個肉還是很困難 喔真的嗎 對 所以你吃鹿蟹 你吃鹿蟹 OK 它蟹肉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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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調 哦 慢慢調 調名過幾年 它蟹肉是只混在一起 蟹肉 那是比較好吃 所以你喜歡蟹肉 比蟹肉更好吃 哦 真的嗎 蟹肉的蟹肉 是混在一起 蟹肉的蟹肉 它們混在一起 然後加蟹肉 很美味 好 先吃吃看好不好 這個 香蕉花 很特別 很特別 那個香蕉花 吃起來還是螃蟹的味道 很濃郁耶 它這個味道很強烈 它這個好鮮甜喔 它雖然加了那香蕉花 但是那香蕉花 會在你喝完湯以後 它會有一點點清香 從嘴巴出來 基本上都還是這個螃蟹的味道 小蟹的味道很不錯 是那個嗎 是成那個嗎 是成那個嗎 對 你在後面這樣子盯著我 我前面都沒看到人啊 你就坐在這邊 成大哥你好... 我是小剛... 你好... 你在幹嘛 我在跑 幫朋友租車 幫朋友租車啊 是你現在在這邊做的事業嗎 不是... 只是純粹幫朋友而已 幫朋友 還幫忙... 人很好 還幫忙朋友租車 這種天氣沒有在家 還沒吹冷氣睡覺 大哥來這邊多少年了 大概是37年 37年 你是只37年到歐洲 還是37年都在聖誕島 在這裡 37年在聖誕島啊 對啊 不說你可能不知道 這座和咱們澎湖 差不多大小的聖誕島 島上居民加起來 只有1000多人喔 而且澳洲人佔一半 另外的一半 則是馬來華人 眼前這位陳大哥 就是那另一半 長期定居於此的馬來華人 大哥說 因為聖誕島天然漂亮 天氣又好 重點是 這裡擁有著濃濃的人情味 讓人一待就捨不得離去 所以才會一住就是30幾年 因此關於島上任何大小事物 吃喝玩樂 甚至紅蟹大軍的出沒訊息 他可是統統撩弱執掌喔 我聽說島上有一個世界奇觀 就是看得到那個很多千軍萬馬斑 的螃蟹 對 不錯 是真的還假的 聽說比島上的人跟螞蟻還多 真的啊 對 真的 真的這麼多螃蟹啊 哪裡會騙人 那我們等一下出去 現在已經有了嗎 看得到嗎 外面 不可能啦 要等下雨 要等下雨啊 那逃雨在運區啊 所以你是說真的就是 這個螃蟹一定要下雨天才會出來 是要那種大雨嗎 還是只要有低雨就可以 毛毛雨這樣才就會出來 毛毛雨就可以 但是一定要下雨 這幾天天氣呢 這幾天沒有下雨 都沒下雨 我咧 還沒來之前是有聽人說 10月到隔年1月 是紅蟹大軍出沒的季節 本以為挑對季節來 就一定看得到這個世界奇觀 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還得等到這個季節的 第一場雨下完 他們才會開始出沒 看來真的得祈求老天爺幫幫忙 大哥說反正在這裡等也是等 不如趁此到島上晃晃走走 也許會有不同的驚奇等著我們喔 我們現在已經上車了 來這個島上 一切都得靠自己 陳大哥幫我們弄了兩台車 我們得自己開車 這是我第一次拿到國際駕照以後 在國外開車 這還蠻有趣的啦 但是很不習慣 因為是右駕 然後要靠左邊 我剛剛一直在看那個方向 但目前出來真的一個都沒有 一次都沒有 路上跟康康 什麼都沒有 但沒關係 我相信 我這個Lucky小鋼 並非浪得虛 我們一定會看到這個千軍萬馬般的螃蟹 跑出來 沒有錯 我們就是要有信心啦 相信老天爺絕對會獨厚我們 一定能讓我們看到螃蟹大軍出沒的 壯觀景象底 帶著滿滿的信心以及愉悅的心情 正準備開始我的探險之旅 沒想到才上路沒有多久 就讓我發現了奇怪的東西 Slow down Drive around 這是什麼 教你開慢一點 然後繞過它 是什麼東西 往上看 看到了沒有 螃蟹的路牌 好大一個路牌 而且這島上 開車的時候都看到滿多像這樣子的路牌 但不太知道是 這個跟我們看到那個紅蟹的感覺 就長得不太一樣 大哥 來來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這個我們在路上看到很多像這樣的牌子 可是為什麼它這個螃蟹跟那個紅蟹的長 它是比較大隻的紅蟹嗎 這種比較大叫椰子蟹 島上也有椰子蟹啊 對 所以這個是要你注意椰子蟹的 因為通常汽車經過 他們就會創造這種 因為椰子蟹很大嘛 我知道椰子蟹很大 有這麼大啊 有 島上有這麼大的啊 這麼大 這跟籃球一樣耶 就比籃球還大了 對啊 這麼大的椰子蟹 說真的啊 走遍世界各地椰子蟹我是看過 但是小心椰子蟹的警告標示 我倒是頭一次看到耶 大哥說島上的椰子蟹 就和澳洲本土的袋鼠一樣多得不得了 多到三不五時就會出來逛大街溜達一下 所以必須設立告示牌警告駕駛 朋友們要小心開車以免壓撞到牠們 結果各位觀眾不誇張 真的不誇張啊 我們車子才剛上路 路牌裡的動物馬上現身 出來逛大街啦 你看這樣開車開一開啊 真的在路上 就可以看到那個椰子蟹 好大一隻喔 走路耶 有沒有看到 牠... 牠叫那種 剛才遠遠看 以為是那個大隻的紅蟹 但不是 大哥 來... 你看 來 路上 牠看到我們靠近牠裡 牠現在已經往回退了是不是 對... 牠會怕 牠剛才那樣是過馬路 還是出來吃東西 對啊 牠要掛馬路 要掛馬路喔 掛馬路喔 這邊像這樣子的尺寸應該 算很大了吧 不...不算 這是普通的耶 這普通的啊 對... 還是很大耶 這...這個現在這樣子 已經...已經這樣子大小了 嗯... 而且你看牠喔 就是我們小雞雞在牠前面拍啊 牠那個爪子又一直... 牠現在不知道牠往哪裏走 你可以看到牠的尺寸喔 你看...光看牠背後這個殼 你看牠的大小 就已經很大一個 這樣大...喔... 你看筆圈牠要大 我現在終於了解為何要立告示牌了 因為你看 隨便走在路上 就能遇到椰子蟹逛大街 而且拍攝的時候 旁邊樹林裡 還不時有其他椰子蟹現身 跟大家說哈囉 由此可見 這裡椰子蟹數量一定非常驚人 至於有多少呢 有專家估計 至少有百萬隻跑不掉喔 我的天啊 百萬隻耶 如果把這些椰子蟹放在台灣 都可以成立椰子蟹直下室囉 剛剛就可以抓嗎 可以摸嗎 可以... OK 你看 大哥你自己想抓喔 小心... 小心... 大哥你... 動作好快喔 抓這邊是不是 抓哪邊 我手這樣子 你放鬆 好 我放鬆 現在這是幹嘛 放鬆啦 好... 我知道... 我懂你的意思了 這樣子放著 你的手不要彎起來 好 他不會怕 我也會怕 他不會攻擊我嗎 不會啊 好重耶 真的蠻重的耶 我知道... 我這樣抓好... 你不要... 好 所以這樣... 好 我不用力 我手這樣放鬆 我手是放鬆的喔 不要是保育類的 我們還是要保護它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蠟 真的很大一個 大哥 你也不要嚇我 我說大哥啊 您別鬧我啦 我現在可是緊張得要命 怕得要命耶 因為在我手上 不是普通的螃蟹 是攻擊力超強 會夾斷人手的椰子蟹 這真的不是在開玩笑的喔 面對它絕對不能釣以輕心 必須要小心... 但我這樣拿著真的很重 很重喔 它這一隻我猜 應該有三公斤喔 沒有啦... 沒有喔 我覺得... 大概兩公斤 兩公斤喔 我這樣一直拿著手真的很痠 怎麼看公的母的 怎樣看女生男生你不會分啊 你自己看 人類我會啊 動物... 動物我... 我不會 陳大哥覺得好像 我應該就直接要餵了 有一條嗎 正中間 有沒有看到一條黃黃的 看見面 那條是什麼 紅的 這是公的喔 它是大便是不是 縮緊機的 我知道... 我知道... 男性的... 生殖器官對不對 是牠的生殖器官 所以牠現在要縮緊 牠剛才已經吐起來了 是我這樣抱著牠 抱歉啦 不要去看 不要說牠害羞 連我看得都害羞了 大哥說牠來島上三十幾年 從來沒借過椰子線的 男性生殖器 更不知長啥模樣 而我們第一次來 就讓我們碰見 真的是很幸運耶 希望這份好運能持續發燒下去 快快下雨 快快讓我們見識到 千萬紅蟹大軍出沒的壯觀奇蹟 將椰子蟹老大送回森林後 緊接著被大哥帶往山上 因為他說聖誕島有三多 除了紅蟹多 椰子蟹多之外 還有另一樣生物也是非常的多 有經過昨天的雨 小剛我帶著滿滿的好奇心走上街頭 果真耶 有下雨有差 一出來馬上就讓我們看到 紅蟹相關的警示牌 我們在路邊啊 會常常看到像這種有沒有 它會寫著 Slow down 像這種畫很多那種小螃蟹 小紅蟹 這代表這邊真的很多耶 因為除了那個 我們看到那種大的 現在像這邊也有椰子蟹的那種大牌子 除了這種牌子以外 也會有很多這種在路邊這個牌子 欸 轉過來看不一樣耶 我以為兩邊是一樣的耶 好可愛喔 它這邊好無聊 這一面好無聊 這一面好可愛 好High喔 它每一種旁邊都不同表情 然後拿著那個什麼 什麼螺絲啦 還拿著Stop啦 Slow啦 然後還有那種很Hebop的 帶那個電子 然後他就有告訴你 當他們走過去的時候 你需要慢減速 然後繞過他們 這島上還滿有創意的喔 我說這裡的島民真的很風趣 也很有創意喔 把每個告示牌畫得如此生動又有趣 讓人走在路上 都忍不住停下腳步看一下 而且你知道嗎 島上除了用這些可愛告示牌 來聽行你紅蟹很多之外 還會另外設立一個 專屬於紅蟹的奇特警示牌喔 你們看到後面這個告示牌 它上面就寫紅螃蟹的路 就是看到這一排有沒有 全部這些都是島上的路名 然後後面你看到那一排 幾乎全部都是closed的 全部都封閉 只剩下一條路是開的 然後這一條 這個牌子呢 就是每天它都會換 就是可能今天封這條路 然後明天封這條路 但基本上啊 都是維持封閉的狀態 它好像每天大概都只會有一條 最多兩條路會保持暢通 其他路盡量都會一直封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 它這是用牌子 你有沒有看到 它每天就會放牌子進去 你就會知道它是 這條路是可以走還是不可以走 我跟你講 紅蟹在這個島上 比人車都還要大 它是最大的 不來走一遭 真的不知道這裡的紅螃蟹 居然多到為它開道封路耶 而且誇張到全島的主要幹道 只剩一條路可以通行 其他全面封閉 完完全全讓我見識到 這個紅螃蟹在島上的地位 以及影響力有多大 只是說也奇怪 都已經放了那麼多警示牌 路也幾乎全封了 但為何路上只見到 三三兩兩的幾隻螃蟹呢 所以就這樣子而已嘛 現在產生路地上 沒有啦 路地上就直接 有... 哪裡 就在前面 那邊 前面 那個土坡上面有啦 你看 你看那土坡上面很多有沒有 很多啊 土坡上面都是 然後 也還好 其實沒有像印象中那個 整片全部都是 原來是在這裡面 你看這下面 它這整個山溝裡面 整條耶 看不到鏡頭全部都紅的耶 好多喔 這個真的已經沒有辦法數了 多少隻了 遠看很像那個螞蟻 你就真的... 對啊 千軍萬馬這樣跑出來 我的天啊 眼前這一堆密密麻麻爬 爬心的紅螃蟹 真的多到嚇死人啦 大哥說 這還不算什麼 只要傍晚一到樹林裡的螃蟹 就會通通傾巢而出 整條溝到時會大塞車 整個被螃蟹大軍給塞到爆 那他們全部都是往這個方向走耶 他們全部都往這個方向走 本來這個地方這裡一樣平 然後他們發現 國家公園發現螃蟹這樣 整個路面全部都是 對 然後會 被汽車壓扁 所以就把它挖一條溝 所以這個溝是人工挖出來的溝 不是天然的 對 然後就讓他們順著這個溝 對 然後就要走過去 走過去 這樣全部他們幾乎都走同一個方向 對 然後一直往這邊走 有沒有看到 它全部都是往這個方向走 而且你看他們這邊鐵皮喔 像路邊啊 都圍這樣子的鐵皮 就這樣子 然後你看它即使爬到外面了 它還是順著這個鐵皮 這樣一直往這個方向走 那這個鐵皮是幹嘛 我們一路上看到路邊 好多這種鐵皮 鐵皮是圍的 不要給螃蟹爬爬上路 因為擋住它就對了 對 擋住它 擋住它的牆 然後讓它順著這個 繼續走就對了 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海邊去 要去海邊去海邊嗎 要去海邊去海邊嗎 出海嗎 要去海邊 去海邊繁殖啦 對啊 去海邊繁殖 所以他們平常也不會像這樣子 在路上 不會不會 就是十月 十月開始了 平常躲藏在樹林裡的成年紅蟹 就會開始為為期五天到十八天的長途發射 每天不辭心勞地不斷走啊走啊走啊走 這一切全都是為了到海邊交配 殘亂 繁衍他們的後代子孫們 而只要一完成終身大事 動完房生完子後 他們還會依循先前來的路線 再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回他們的老家 我媽 遠看地面上 你這樣看 下面全部都是落葉 你近看啊 全部都是螃蟹 我以為是落葉 全部都是螃蟹 你看啊 這邊 整片 我看我這下面 我蹲下來你們看 整片這邊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然後你看它從這邊出來的 小心喔小心不要踩到他們喔 你不要被他們嚇到喔 他們怕我我也怕他們 他們這邊全部都從這邊這樣出來 都從這邊這樣子 然後看到我全部嚇到 這個方向好可怕喔 對啊 整片全部都紅的 好誇張喔 然後嚇到 然後全部一直往回退 我退超遠的 我現在終於了解 為什麼一定要封路了 雖然政府有為螃蟹 開闢了專門的螃蟹走道 但是還是很多迷路 或是貪玩的螃蟹 偷偷保護到馬路上玩耍 所以為了保護他們 政府只好把道路全封啦 讓他們可以好好的到海邊 完成終身大事 不過有時路封的晚 就會造成以下的奇特景象 現在 然後現在 因為他車不能直接開 開過來就全部都壓碎 所以他再幫他趕螃蟹 我可以幫他趕一下好了 大家趕一下 我幫他趕一下螃蟹 他們今天還滿遵守這個法規的 就是 基本上 就把他全部往 趕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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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他就不會壓到這個螃蟹 去去去 很奇怪 一定要往這邊跑 欸欸欸 飛過去 欸欸欸 哇 是不是很奇特啊 車子要過馬路 還必須一隻隻把螃蟹趕開 才能通過 此情此景 全世界絕對只有這裡 才看得到喔 而這也讓我見識到 島上居民與螃蟹 和平共處 互相牽讓的相處模式 好 剛剛有一個小插曲 有一台車這樣子 開過去 但開過去的時候啊 馬路上這邊就全部進空了 就把那個什麼螃蟹都往旁邊撥 那現在車一走以後 全部都馬上回來 整片 然後你看現在延伸到越來越後面了 他從後面那個山林 整片全部都出來 就是到越晚他會越多是不是 不不不 他有時間性 有時間性的 差不多了 他剛才8點多9點他就停了 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他休息了 就休息了 他就不走了 不走了 就原地休息了 還是要睡覺的 那這樣子一般 因為我看他的體型啊 有大有小 他們怎麼看分這個公母 他錢啊 小的啊 小的啊 是母的 這隻是母的啊 這個 這個... 這個可以 這個怎麼抓 大哥 你好快喔 母的呢 這隻是母的 他會不會這樣子抓 他就用不到你了是不是 不會啊 等一下... 借大哥的手... 抓這邊 好危險喔 好可怕喔 這樣他絕對抓不到我吧 不會... 他真的感覺熬很有力耶 在這邊 然後你看他 一樣是看肚子啦 螃蟹有... 看這裡啊 對 有沒有圓的 它是母的 然後你比較小隻嘛 好 那我們現在 來看一下公的好了 你小心 直接抓 好聰明喔 直接抓他的錢子 你看他的那個腳啊 很利喔 很利喔 嗯 上面都有刀刺的很... 而且他 我覺得他們的活力很旺盛 對... 跟我們平常看到之前一些 河蟹或海蟹不一樣 河蟹海蟹 它一開始可能嚇嚇你 可是它就會 你抓它 真的抓到它以後 它活動力沒有像它這麼強 它這個勾到啊 或者是被它這個刺到啊 其實都很痛耶 看著他們如此活潑好動 難怪走上五天八天 也不嫌累 大哥說我眼前這一批 是屬於打頭陣的第一批弓 基本上所有的弓蟹會先出走到海邊 然後在岸邊喝個水 沖個澡 把身子洗乾淨後 接著就會到旁邊的樹林裡 挖新洞房 等待第二批母蟹來到 接著就可以一起入洞房 一起完成他們的人生大事囉 剛才在那個上面停著島呢 走路那邊山啊 它現在路全部封起來了啊 然後全部都是紅螃蟹 我們這樣一整天 巡著那個螃蟹的路徑這樣走下來啊 我帶你看一下這邊的沙灘 不得了 上面很多 然後你看這邊 你看這邊全部都是 你看後面 你看到後面 全部一點一點都是螃蟹 哇塞 你看看 它真的在這邊洗澡耶 然後站在這個海浪打到的地方 然後就在那邊站著 然後你看它每一隻洗完以後啊 變得很紅 顏色變得特別的鮮紅色 那邊也好多 來...走 它要洗澡... 它就這樣泡在水裡面 然後那個浪這樣打一打 它這樣子喔 我看它馬龍都是這樣沖一下 然後浪這樣沖個兩三次以後 它們就會回到岸上 然後就會找後面的洞啊 石洞啊或者是樹裡面 騎就一直躲在那邊等 你看 比方說像這邊 對 我們看到 這邊超多的 對 躲到前面 然後你看它就會躲在那石頭縫裡面 全部都擠在那邊 說實話 這樣看起來是滿熱心的 因為石帶子太多了 一坨全部擠在那邊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 抽獎送好禮活動喔 naz天 都擠到gged 啊 雨 街灯 軟 爬